上妝前先用烡 就會讓我得底妝更加的服貼 美國是銷售第一名的身體乳 他們家沒說什麼產品 但光是身體乳就賣翻了 哈嘍大小米 我又來出外景啦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的是 好用的開架衣美保養 那因為之前有分享過很多通錄的影片嘛 那一直有米粉敲碗說想要看康世美 那其實講到康氏美 我覺得他們家的保養品牌跟品項種類 真的是非常的齊全 就想說趁著他們最近那個 專業醫美節的活動的時候 來跟你們分享我覺得 部署專櫃 然後又好用的開家醫美保養們 那其實我覺得這時候買 真的是超級多優惠的 像他們有一些限定的組合啊 買一送一押之類的 不管你是可能要財賣 或者要囤貨 我覺得趁現在入手 真的是超級無敵划算 好那想再有哪些品項的話呢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好物分享時間 這次的單品其實就是 除了我自己空中產愛用 還有網路討論度很高的啊 一些近期新品 那首先第一樣是這個 AHC的積雪草純物理全護防曬爐 AHC在韓國其實是非常紅的醫美品牌 那他們家的像保濕啊 防曬啊 還有一些抗老系列都蠻受歡迎的 那這個防曬是比較近期推出的新品 那它除了防曬係數很高 有到SPF50加 PA4個加之外 它裡面就是有那個 積雪草的複合精華 所以它就是主打 防曬跟舒緩可以一次達成 加上它是純物理的防曬嘛 所以我覺得相對對肌膚來說 是更沒有負擔的 那我覺得它的質地啊 是比較輕膚 然後你抹開之後 它就是蠻清爽 也不會有那種黏膩感 然後也不會有大家印象中 物理性防曬很容易泛白的感覺 那我還是建議你可以少量多次去疊上 加上它是沒有含酒精香料 就是連敏感肌都可以使用 而且我覺得它很棒的是 連孕婦都可以用 那我覺得這款會想要推薦給平常 我在用物理性防曬乳的人 因為它跟一般的那種純物理防曬比起來 就沒有那種很悶很厚重的感覺 是真的比較輕薄 你會覺得我的皮膚可以呼吸 那另外一款是AHC的這個柔光潤色隔離防曬乳 因為我發現台灣女生就比起純防曬乳 好像更喜歡這種同時又潤色效果的產品 那這一款啊 它是屬於那種粉紅色乳液 然後一樣是很好抹開 吸收很快 它主打就是說 你可以去潤色去修飾你肌膚的暗塵 然後可以提亮膚色之外 它裡面加了那個桃花的萃取精華 就可以幫助你更保濕持妝 那它上起來妝感啊是屬於那種比較水潤透亮的感覺 那跟剛剛防曬乳一樣就是沒有添加酒精啊香料 所以敏感肌也是可以使用的 那他們同時也有出這個超水感淨亮涼感防曬精華 它的質地真的是超級無敵水感的 所以就如果你很喜歡那種比較偏向防曬精華質地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這一瓶 再來下一樣呢是這個TuneMakers的肌藥光傳明酸美容液 這個牌子有些人可能會比較陌生 但它其實在日本是非常有名的園藝保養品牌 就是說只給肌膚最必要的成分 然後它會去捨棄一些不必要的添加物 所以就會去提供它很單一 然後精準比較高濃度的園藝產品 所以敏感肌也是可以使用的 那這款其實是今年3月才上市 但是我有搶先幫大家試用到 它裡面添加了高濃度 就是有到2%的傳明酸 那這個成分其實它就是可以去改善暗沉啊 提亮你的肌膚 甚至還有一些美白成分 就是讓你可以打造那種比較透明感的膚質 那它的質地啊 是屬於濃稠感的白色乳液 然後推開之後它其實吸收還蠻快的 會有一個沉膜感 那我用的時間通常會在晚上 就是精華液的步驟 加上我覺得它是有潤度 可是不黏膩 所以其實我覺得沒有什麼膚質使用上的限制 就如果你可能會有一些暗沉啊 或者是肌膚平勞困擾的人 就可以試試看這一瓶 那它同系列也有出了這個 傳明酸的透亮水跟精華凝乳 所以如果你平常保養步驟是習慣 使用同一個品牌的產品的話 你也可以一起買 再來下一樣呢 是KURREN的潤淨保濕化妝水 KURREN這個牌子啊 大家應該不會太陌生 其實它就是主打說 可以針對乾燥擬弱肌去設計這些產品 所以它裡面的產品都會比較多是弱酸性的溫和配方 然後也沒有添加酒精啊 它色素啊香料等等 那這個化妝水它的包裝很特別 它是做按壓式的 然後質地真的非常非常地像水狀 你可以用輕拍或者是濕敷的方式 我選它的質地是拍上去你會覺得 完全沒有負擔 流動性很高 可是你臉上是殘留保濕感的 就是一個白天晚上隨時都可以使用的化妝水 再來是KURREN的潤淨保濕洗顏幕 我之前就有講過我很喜歡洗顏慕這種產品嘛 就是不用搓泡泡 這個我在之前的長青保安有分享過 算是他們家非常非常經典樣產品 那其實我個人也已經用完一瓶了 就是未來的空空廠會分享到 那它的質地是屬於那種慕斯泡泡狀 然後它在臉上抹開之後我覺得是很好沖洗 然後洗完之後也不會有那種乾繃感 但是因為我覺得它是屬於清潔力比較溫和的洗顏慕 所以比起偏油肌我會想要更推薦給偏乾肌的人 再下一樣呢是DATWU的玻尿酸保濕精華化妝水重量版 那DATWU他們家呢其實在醫美界就是很多人會囤貨回購 因為像那個杏仁酸啊然後絞砂或是我愛用的保養油 都是很多死忠粉 那這一瓶化妝水啊我之前在空空廠其實也有分享過它 那時候我也是紮紮實實就是用了這麼大一瓶 那它的質地啊是比較介於化妝水跟精華液的中間 乍看之下好像帶一點抽感 但它推開之後很神奇 就是會變超級無敵水感的 你可以去輕拍或者是濕膚去加強 尤其我熱愛濕膚 因為這個容量很大也可以很豪邁的用 它可以快速讓我的臉上就是補充水分 再來下一樣呢是DATWU的金郎妙計書名保濕面膜 DATWU在韓國是非常有名的醫美品牌嘛 然後前陣子秋冬他們家的那個 積雪草系列就是非常受到歡迎 然後這次想分享的是他們家 也是紅很久的藥丸面膜系列 它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然後今天分享這個綠藥丸 它就是主打說可以快速生成的補水 然後又可以去舒緩修護你的肌膚 所以是一個連醫美術後都可以用的產品 然後它面膜承載的精華量真的非常多 你會感受到那個質地是很濃稠 然後你敷在臉上啊 你會覺得我臉上好像吸了飽飽的精華液的感覺 那像我自己偏乾肌用 我覺得它的保濕效果是蠻有感的 然後甚至連偏油肌我們家企劃用了之後 它也覺得這是一個油肌也愛的保濕面膜 再來下一樣呢 是尼靜絲的絞砂碗潤澤清感精華油 尼靜絲之前我們不是分享過好幾次 他們家的面膜很好用嗎 然後還有像那個蛋斑精華啊 玻尿酸系列 都是他們家的熱門商品 那這個精華油算是比較少人分享過 相對冷門 但因為我前陣子用我覺得還不錯 我就拿在這個單元跟你們分享 它用的是那個直萃的絞砂碗 然後它的油的質地啊 我覺得很神奇 是你一擠出來你會覺得蠻水感 流動性很高 然後抹開來之後啊 你的臉是感受到潤澤感 但是你不會覺得很悶很厚重的感覺 它真的就是清感 就如它的產品名稱一樣 那我用的時間點就是會在晚上 我今天想要加強油份保濕的時候 或者是我妝前 有時候就睡覺起來欸 我的臉這邊特別乾燥 我就會在上妝前先用油這樣抹一抹 讓它等一下下之後再上妝 就可以讓我的底妝更加的服貼 所以想找保養油 然後價格又不要太貴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妮鏡絲的皮 最後一樣呢是室樂福的長效清爽保濕乳 這個牌子在美國是銷售第一名的身體乳 然後因為他們家沒說什麼產品 但光是身體乳就賣翻了 它就是說像敏感肌乾燥肌或是泛紅的肌膚 都可以用他們家的產品 那這一款保濕乳啊 它是一個常態商品 就其實一年四季都可以用 但是因為它的質地是屬於特別的清爽好吸收 所以在夏天也賣得很好 因為有些身體乳可能夏天用會太過悶太厚重 可是這個不會 它就真的是吸收很快 所以如果你是習慣出門前要擦乳液 不想要黏衣服的話 這款我覺得就很適合 而且我發現它現在醫美節有做大莫術的雙入組 比我當初單買這款划算非常多 所以你可以趁最近的時候入手 好的那以上就是這次的開架醫美保養分享 那其實醫美保養品牌的定位啊 比起一般的開架 我覺得是更多專業的皮膚科醫師啊 或是團隊去背書 然後也是更功能取向的 譬如說可能會有一些針對美白啊抗勞啊出的產品 所以可以更對症下藥的去解決你肌膚的一些快速 那這次的醫美節我覺得真的真的超級無敵划算的 就是不管你今天看到這些產品有興趣 或者是你想要補貨的話 都可以趁最近去抗試美逛逛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次的分享 別忘了更多即時的美中春夏旅遊生活 可以到我的IG 然後喜歡這邊的話幫我點個喜歡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可以點這邊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掰掰